而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 因为新疆的问题 产生了中欧投资协议可能会破局的状况 在这个部分老师觉得并不会如此发展 因为整个中欧投资协议对两边来说 欧洲得到的利益是远大于中国得到的利益 也就是说中欧投资协议是中国对欧洲 欧盟开放的让利协议 换取欧洲对中国的善意 但是如果欧洲并没有持续的释放善意 反而跟美国去配合站队 那么中国也会同样的 不会对欧洲开放中国市场 你在外交上我们都没得谈了 那么让你进来国内 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整体来说 欧洲比中国更加的希望 中欧投资协议可以尽早的通过 而进而强化了欧洲的资本 可以进入了中国 获取中国的庞大人口红利 因为他们会消费 不断很大的一个利润 那么这个时候 中欧投资协议就是零进展 对中国的压力也并非会这么大 中国其实还蛮不及的这个方面的 而从中国制裁欧洲议员这件事情 造成了欧洲政坛的震撼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欧洲实在是不敢相信 东亚病夫 你区区的黄种人看到近年的历史 你中国就是被我们打着玩 打着好玩打来消遣的 怎么你敢制裁欧洲欧盟的议员 我们今天跟你签的协议 那是我们给你恩惠 是我看得起你这个黄种人 给你们机会赚钱 你们应该知道进退 只有我制裁你们 没有你们制裁我的选择 更何况 制裁中国反制裁的力道 是高过欧盟制裁中国那些官员的力度 他制裁一个副的警察局长 那是什么玩意 人家也不会去欧洲 这里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老师其实是认为 或许这个行为只是中国进行的敲山正虎的举动 中国在经历了特朗普两年下来的 教育训练已经妥善的适应了 适应了什么呢 对外国不友善的政治封锁 以及经济制裁 以及各种外交上的问题 到了现在算是已经明白了 自己有多少抗打的实力 外面会有多少的压力 以及你可能遭遇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为了避免后面市企的进展 中国现在采取的外交策略就是反制裁 你对我做什么我都加倍奉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未来欧盟要跟美国进行的 跟进的脚步 继续对中国进行实行那些制裁的活动 然后再以此作为要挟作为谈判的筹码 基本上是比较难跟过去一样 获得一些实质的进展 有人会是说 中国投资协议未来会对欧洲开放的更大 其实如果真的要做 中国其实还是会严正以待 你要再谈 我们如果重新谈 你谈到的东西不会比现在来的多 可能会释放这点信号出去 让欧洲知难而退 很多人会以为上次的阿拉斯加的会议 是中国杨洁史他的脱稿演出 对布林肯开始说教 但是老师必须说 会这么想的人 你可能太不了解中国了 在过去中国崛起的时代 这二三十年了 任何的上电视的节目 包含了一些主持一些众议 主持人跟来宾 很多你都是必须被稿件 才能上台去演主持这些节目的 所有的节目的内容都是套路 都没有给你即兴发挥的 你都必须按稿的去念 去讲去发挥 看起来好像没有被稿 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被稿的 所以说你不在稿件里面内容 你是不能够即兴演出 包含了电视剧 那都是全部拍完 审查之后你才能够公布演出 没有像其他的地方 你边拍边播 什么霹雳火花系列的 随时给你修改剧本 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运作 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脱稿远出 所有的一切都是谋定而厚动 阿拉斯加的那一次的训话 很多国外媒体在讲说这是训话 对不对 中国怎么敢有个胆子 跟我们美国讲这些话 基本上应该是中国给拜登政府的反极狼烟 从那一刻起 中国必然走向针对欧美的一个全面对抗 在网路上有一些轮值体操会的附随频道 也是蛮有名的某某时刻之类的 声称这是习近平要掀起的 跟慈禧太后一样的万国宣传书 对十一国宣传 所以说未来中国的下场一定会跟大清朝一样 其实老师有去看这些类似的节目了 因为偏听则案 我们要多方去了解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但是其实要知道一件事情 大清朝的问题不在于慈禧对万国宣战 这么单纯片面上的问题 大清朝之所以会战败 那是因为大清朝没有像样的军备 他的武器还在大刀砍鬼子 所以说基本上才会战败 才会灭亡 如果大清朝的军备 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是对等的 一样用一样的枪一样的炮一样的船 那么别说八国联军 你十八国联军 你也是进不了大清朝的 而中国的举动 无疑是要对后续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 什么问题 就是针对未来的平台之战 要先做好准备 台湾的地理位置的非常重要程度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对中国以及欧美日韩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一旦台湾收回中国的海权 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完美 接近而已还没有完全完美 因为还有南海的问题 但是只要台湾收回 整个岛链对于美国来说 基本上你都是要打掉重链的 所以针对于此才会有印太的问题出现 因为台海之间 基本上你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老师必须说 美国现在之所以会在印太地方加重布局的原因 不是现在印太地区才重要 而是台湾问题基本上是无解了 这个是一个很明白的讯号 台湾问题如果有解 你现在分这个站立区的印太地区 那个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问题是台湾地区已经无解 几乎随时都会被收回去的状况之下 那么当然只能着重在印太地区 所以针对在这个问题 因新疆的问题就不得不全力的去操作他 而另外的地区香港 香港本身基本上所有泛民派的这些主事 议员都已经流往海外 所以基本上在香港的本港 已经几乎不能说完全没有 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新风作浪的机会 整体来说香港问题几乎 靠近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 这事实上没有绝对 但是至少八九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香港人不想再经历一次那个封港的时间 而过去那些所谓的学生 青年抗议者 现在也要面临毕业了 要赚钱自己养自己了 要全心投入 来去进入社会来做自己的工作了 对不对 那其他那些还没有 因为一直不专注民运 结果到最后没有毕业的 那你也只能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找份工 在香港的底层社会 尽力的养活自己 你现在要他们鼓励他们现在出来再上街头 再来抗议 再不工作 那么下个月的房贷 或者房租货贷款 你要谁去缴 香港是一个现实的社会 这个没有这么仁慈的 好吗 所以即使美国现在不断的把香港问题放上台面 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是闻风不动 多少都会有这个因素的存在 而当中国寄出了反制的措施 成为一种国际忌惮中国的外交反击方式 或是欧美寄出更严厉的制裁 这也是有可能的 想跟中国斗个鱼石网破 对于中国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现在无论是欧洲 欧盟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利空 无论再怎么样去打击中国 你能用的牌其实就这一些了 如果你现在利空出境 就等于给中国的收台正当性 是来一个很大的权限了 因为如果当制裁跟外交交合成的习惯 那么你要进行收台之战 欧美国家能因为收台之战 所能够再用出来的制裁手段 会变得很少 为什么 因为之前新疆问题都已经这么做了 那么他在收回台湾 请问一下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他 你制裁谁 对不对 你没办法制裁更多了 因为牌就这么多 之前用过你再用一次 你大家已经没有感觉了 所以说未来人出的牌会更少状况之下 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对的重要 而这里面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RCEP RCEP的牵利 对于欧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对中国与东协来说 他其实只是一个利益交换的策略 各位我们今天要谈到一件事情 RCEP RCEP 并非对中国只有好处 这么大的一个贸易协定 在很多层面来说 对中国他其实是有伤害的 怎么说 怎么说他是一个伤害的 因为就光农产品这个问题来看 中国在RCEP之后 对于东协十国的低价农产品 可以销往中国来看 你几乎是零关税的状况 中国本地的农业 就会面临到了巨大的伤害跟打击 而粮食对于中国来说 一直是一个硬伤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产的不够吃 外面种的又太便宜 那么外部的农产品大量的进入中国 让中国本地的农业发展 你要何去何从 如果中国本地的农民 没有足够的市场消化他们的农产品 那么你从事农业 你就变得无力可图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又要发生一件事 过去30年的中国很多人弃农从商 对不对 你打粮种地越种越穷 是不是 但是我做生意卖点东西反而能够赚钱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这10多亿人的人口的粮食 居然必须操纵在外国 这个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从政体来看 RCEP它是一个外交的结盟 中国必须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牺牲 你才能够有一定的收获 而中欧投资协议也是一样 但是欧洲 欧洲利息性的跟风美国的策略 反而中断了这条路 对于重病产生的欧洲地区来说 中止审议中欧投资协议 你面值是有了 但是你利子伤害会比面值来的大 就像什么 就像台湾以前跟中国签利的ECFA 当然去年得到了续约 当年签利的时候 当时在演讲的民进党就说了 你签的ECFA叫什么 叫做 叫做女人找不到老公 女人垂不安 找不到老公 这闭南语 然后男人都去黑龙江 黑龙江 还有押韵 你看多好 但是当去年要去 要不要续约与否的时候 民进党的态度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合约对于台湾来说是利多的 现在如果要停掉 民进党他会愿意吗 可能当然也是不愿意 在去年就知道他不愿意 所以说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 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 理直跟面子 你似乎只能选其中的一个了 各位你说是吗 好 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 我们